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5月27日 乘风波浪第二期播出后 话题很快就来了 这一季的剪辑 很明显风格不同于往季 而且赛制也是发生了大变样 在新的赛制下 宁静和纳英要分别带着四位队长 选人组成两个大的战队 同时被投选的姐姐们 则要用手中的小红花进行投票 纳英和宁静 哪一对获得的小红花数量多 谁便有优先选歌权 所以宁静和纳英 分别与自己手下的四位队长 拉到多少姐姐 拉到什么样实力的姐姐很关键 纳英赢在接地气 纳英作为师姐 这次在节目中的表现 依然是很直帅 很接地气 虽然不需要她亲自上阵拉人 但是纳英还是自告奋勇 第一个冲到练习室去拉人 而且宁静拉人很有一套 身体力行亲自到场 显出诚意 甜言蜜语 花式彩虹癖 说得其他姐姐们 各种不好意思拒绝 从徐梦桃到吴景言 再到拿下许如云和张强 纳英靠的是真诚的游说 和满满的诚意 而且纳英拉人很有针对性 认准想要的队员 会集中力量挖走 不会看到一个拉一个 分散不必要的火力 再看宁静 宁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她一开始很自信地说 要不我们等其他姐姐主动来投奔 但是被阿雅和余文文等人拒绝 这么关键的时刻 必须要去抢人 宁静的自信在于 她是第二季中 作为大姐大 是备受其他队员和姐姐的喜欢和信任 尤其是第二季中的预可维 可是宁静的忠实小跟班 当然宁静本身气场强大 也很有头脑 她在第二季中建立很好的人员 所以到了第三季 她采用保守的打法 自己运筹帷幄 只让四个队员买出拉人 其实关于拉人这段 尽管阿雅和余文文也很有能力 前者拉到了郑秀妍 后者更是成功挖了纳英的墙角 成功策反了张强 让实力派的歌手 到了宁静战队中 但说到底 宁静没有自己 挨个房间去拉人 还是有些太自信了 而最终的投票结果出炉后 也再次印证了宁静 因为自信而没有亲自拉人 其影响了人气 则是输给了纳英 最终 纳英战队 赢得了更多的小红花 其他姐姐们选择给纳英 投票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 纳英是专业歌手 好比徐梦桃 她不会唱歌 需要像纳英这样的实力音乐人 来教自己才行 但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在于 纳英能够全场飞奔 到处游说 亲和力满分 又带着十足的诚意 自然姐姐们更加喜欢纳英 留恋 纳英 当然投票环节失利的宁静 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 反而将压力化成智商的动力 燃烧了一轮智商风暴 宁静在票数远远少于纳英的情况下 采用了类似田记赛马的招数 其他三首歌曲全部弃拳 用手里所有的24朵小红花 成功拿下一首最喜欢的唱跳曲目 在不利的局面和有限的时间内 能够打赢这场应战 宁静不愧是拥有很高的智商和策略 但是你强我也不弱 尽管纳英的头脑运转没有宁静快 但是他们队伍中的留恋却是非常聪明 从宁静意外弃成第一首唱跳曲目的选择之后 留恋就已经看穿了他的策略 并且留恋反复提醒纳英队长 宁静会采用00240的投票方式 破釜沉舟来保住一首歌曲的拥有权 但纳英并没有听取 反而采用了更为保守的打法 结果他的忽略和错误判断 导致宁静成功拿到最想要的歌 姐姐们之间的第一次内斗 最终以宁静胜出 而他的胜出陈靠高智商 可以说这是第三季播出以来 第一个十打十的名场面 宁静的策略也赢得了极大姐姐的肯定 吴景言和齐希都在夸宁静的厉害之处 还有更关键的一点 纳英不只是大义 他还输在演技上 在第一轮投票时 纳英完全被宁静刻意演出来的 黄乱场面给骗了 后采采访时 纳英感叹 他们演得好像啊 直到节目录制结束后 纳英才真正明白 自己为什么输了 不会演 纳英不知道 原来选歌环节也可以用演的 他满脑子都知道 宁静肯定不会用表演的方式 来跟自己唱歌 但事实 演员出身的宁静 就是精于演技 而唱歌出身的纳英 则完全是直肠子 难怪老师古剑分手 纳英 狗脑子 而且 宁静不只是自己不录痕迹的表演 也会让其他队员演 照梦不清楚宁静的套路 宁静则小声提醒他 不要表现出对哪首歌喜欢 喜欢也要装作不喜欢 幸亏纳英队伍里有留恋 经过这一次之后 留恋已经被纳英认定为军师 相信接下来再有决策缓解 纳英会更多听取留恋的意见 而宁静给纳英上的这一刻 他往后的节目比赛里 也会好好记住的 于文文全粉 第一期播出后 于文文拽解个性上了热搜 确实于文文在节目中 一开始的表现有些过于个性 但第二期他的表现 则是比较全粉 第一 他很真诚地在拉人 宁静不下场 于文文则全场奔走 就算纳英已经睡不了张强和许如云 但是于文文还是迎难而上 最终成功策反张强 第二 于文文很坚持 为了能够让自己对的歌曲 有很燃炸的效果 决定让不会乐器的王子玄 学习贝斯 孙力练习电子琴 于文文就像是在队云 在表演有一个反差 大家都知道 张力和王子玄不会玩乐器 但最终却以演奏的方式出场 就会有意外的拉票效果 但是于文文的想法有些冒险 毕竟张力和王子玄只是演员 唱歌都需要多多练习 更何况还要练习乐器 舞台总监 慌景时宜跟于文文提出反对意见 不建议张力和王子玄练琴 又因为一方面排练时间有限 一方面就算是技术很熟练的乐器手 也会因为表演中的紧张而影响发挥 更何况张力和王子玄 完全是乐队小白 但是于文文还是距离力争 不但没有听从总监的意见 反而一出门就开始快速教两位姐姐乐器 手把手交 一点点修正 在于文文的坚持下 王子玄和张力还是有进步的 而于文文这句就豁出去了 也十分圈奋 他确实很想要赢 但也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去帮助队员们 有更为经验和惊喜的改变 最关键的是他很有原则 认定了的目标不会轻易改变 这一点还是让人对他有很大的改观 团宠王心灵 王心灵和黄小雷 吴景妍 吴莫丑组成队伍 其他三位姐姐都很照顾这个甜妹 王心灵因为是专业歌手 出道多年 所以对自己要求很高 伴随而来的便是很大的压力 一度有些崩溃 黄小雷则一直在一旁 观察王心灵的反应和心情 不时地开解他 让他不要有压力 而且黄小雷怕练习式的环节 加大王心灵的压力感 便将他拉到室外的走廊 两人专心的练习 和给予一定的开导 王心灵感叹自己在队伍里很有爱 吴景妍和黄小雷是气氛担当 很搞笑 吴莫绸个性也很好相处 四个人组队第一天就成为很要好的姐妹团 尤其是晚饭环节 黄小雷因为热心肠 一直向王心灵推荐吃麻辣兔头 但是王心灵这样一个可爱甜妹子 怎么敢吃兔兔 所以她是一万个拒绝 黄小雷的热情其实拒绝就能消退 她又是给王心灵吃兔子鼻梁的那个脆骨 又是让对方吃兔脑 各种奇奇怪怪的兔头部位 让王心灵都快要崩溃了 一直往后躲 不肯接受黄小雷的头位 一旁的吴景妍看出王心灵害怕的地方 所以主动挡在前面 吃掉黄小雷头位的兔脑 成功化解王小雷的窘境 框框 吴景妍真的是挺暖心的 替王心灵吃兔脑 就好像党九一样帅气又爱 当然王心灵能成为团宠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真的又可爱又善良 但是也并没有完全的抗拒队员的好意 阿丽说 王心灵害怕吃兔头 完全可以一口都不吃 但她最终还是闭着眼睛 一口吞了一小块土肉 这时她盛情难却 也是给黄小雷面子 避免让热情的黄小雷下不来胎 吃兔头这个环节 不仅看出吴景妍的暖心 也是看出黄心灵的情伤 总的来说 乘风破浪第二期 虽然被不少网友吐槽不好看 但是有的网友甚至说 自己是三倍速 赌快进看完的 大部分网友吐槽说 第二期节目剪辑凌乱 开头无聊 就像看姐姐们如何练舞比赛 而不是看这些花絮一样的内容 还有的网友吐槽 想要看正式的公演舞台 而不是看其他无聊的内容 尽管还有网友吐槽 剪辑混乱 节奏台末节 但我觉得第二期 还是有很多不错的看点 比如以上几点